燈光的表情千變萬化 到底要如何運用 不同的燈光效果 來讓空間呈現不同的氛圍呢 像我們的女藝人或女主播 常會在乎光源好不好 因為光如果打得好 打的是蘋果光 我今天的人上鏡頭 就是漂亮的 可是光如果不好 哪怕我再美出來的效果 也不好對不對 同樣在空間當中 光源也扮演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要請譚設計師 你來分享一下好了 怎麼樣用光源 來營造一個空間的氣氛 OK 我們在一個空間裡面 光線就像剛才講的 就是像 我們也是把空間 想成是一個 女生 女生 一個藝人 然後我們要讓它 非常的精彩 它整個 那我們可以運用的就是 像光線裡面 像平均光 或者是說像間接照明 還有就點狀的光 或者是一些核燈 然後來呈現整個空間 它的氣氛 其實有的時候 空間設計完之後 你有光源下去 它出來的效果 還有你所設計的層次感 我才看得到嘛 對不對 沒錯 那你可不可以 就你剛剛講的 那些光源的方式 跟大家一一的解釋跟介紹 OK 那在那個平均光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 我們印象中的 住家的空間 我們的習慣 會用一個平均光的方式 就是天花板上面 裡面有一個主燈的方式 其實它就打亮了整個空間 那也是叫平均光的一種 或者是說我們把一些砍燈 或者是一些粒金砍燈 平均的分佈在我們的 整個天花板上面 它打出來其實它也是平均的 所以它的光源會是 往下 均勻的灑落在空間的角落裡面 對 那也是平均光 但是這個是一個 我們需要有一個 一般來講 我們希望整個空間 打亮的時候的一種方式 但是在於燈光 其實影響到人的心情 在不同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需要有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們後來會看到 天花板有一些的間接照明 它不是一個直接的光線 它打下來的時候 其實是它的反射 就光線是比較柔和的 那它除了利用這塊之外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一些的 一些案例 一些實例的方式 就是它怎麼樣 利用間接光 呈現我們整個 不管在我們的造型上面 還有機能性上面 還有整個的那個 空間的燈光的氛圍上面 都可以藉由間接光 做到不同的效果 間接光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間接光我們常看到的 其實在天花板上面 比如說我們碰到一些梁 我們覺得這梁很重 那我們就會把這個 梁讓它輕盈的部分 做了一個旋板出來 然後打了一個間接光 就把那個重量感減輕了 OK 可以打了一個 鉤邊出來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也有一些案例 就是直接在一個 一個大型的天花板 是一片的 但是我們希望它整個的 V字形象 機翼的方式是更加的輕盈 我們在四周的部分 做了間接光的時候 它整個的重量感也減輕 OK 對 那壁面的部分可以用得到嗎 壁面的部分可以用得到 其實壁面的部分 我們其實在燈光的部分 其實它不只是在天花板 整個空間 或者甚至一些櫃體裡面 我們都可以藉由間接光 來在這個空間裡面 做出一些不同的效果 還有一些間距照明的部分 剛剛你還有提到所謂的點光 點光源 對 點光源其實它非常好是使用在 我們譬如說有一些要展示的東西 或者一些畫在牆上 那你就需要用點光去把它打出來 是不是就那個 SPA-LINE是Follow著主角的 對 點光源通常它就是有一個角度 光束角的方式 那個才有辦法做到那個效果 OK 對於和燈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也可以運用在我們住家的地方 因為現在的生活品質越來越高 很多就是會收藏一些 藝術品在家裡 這時候其實我們很合適 就是使用盒燈的方式 讓光線不管是從下部 或者是背部 或者側面打出來 那把襯托我們整個 藝術品的器皿的整個的價值感 所以就你去看到一些 精品的那一種專賣店 它在展示它商品的時候 也是用這種手法對不對 是的 那在盒燈部分 其實還有很多的手法 跟使用方式 我們也曾經做過 把一個盒燈使用在 兩個不同材質 跟顏色的中間做了一個階段 但是這當中其實不是這麼立的階段 但是整個就做了一個區隔 既區隔 可是又把兩個東西 無形間結合在一起 對 OK 那當然最後來聊聊主燈好了 對主燈的部分 其實在我們的設計空間裡面 其實我們後來就常常把它變成 是一個點綴形 點綴形是這個燈它的造型 在空間裡面 其實它是可以帶出一個 視覺上的一個點 對 不管 看我們常用到就在餐廳的部分 用了一個主燈的方式 或者是在床頭避燈 甚至一些就是 床…或者是一些床的旁邊 也可以吊一些吊燈下來做一個 在空間裡面做一個柔性 或者是一些個性化的呈現 所以它基本上 除了有照明的功用之外 它更大的一個神聖史密 是來做視覺的焦點跟裝飾 對 OK 那麼接著下來 我們要讓觀眾朋友看一下 在同一個空間當中 當我們換上不同的光源 它出來的氛圍會有什麼變化 來設計師 我想現在就用這間廚房 來當個例子好了 你可不可以舉例一下 它換不同光源的時候 可以呈現什麼樣子的感覺 這裡我們可以介紹三種 就是在我們料理的時候 對 其實我們需要比較 清楚的照明 好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把空間打亮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媽媽在煮飯的時候 如果小朋友在這邊寫功課 這樣都兼顧得到 其實亮度的話應該就要亮一點 OK 對 那當小朋友就是 當要開始吃飯的時候 或者是請客的時候 其實廚房那邊的空間就不需要 甚至天花板的那個平均照明 也不需要 那我們其實只要打亮我們這個餐桌的燈 那它是用間接的方式 把燈光很柔和的打出來 這樣的方式其實也是在照明裡面 是一個功能性 那它的也可以同時兼具的氣氛 那如果就是 女主人剛好有朋友在那邊 要講私密 小雨的時候 對 就躲在這個空間裡面 還是滿有氣氛的 一邊喝的 咖啡 咖啡 對 在那邊聊天 其實也非常好 真的耶 經過彈設計師的介紹 我發現空間雖然一樣 可是燈光不一樣的時候 那個效果真的就差很多 差很多 可是我可不可以問一個大哉問的問題 就是燈光從什麼地方打出來的效果 會是最好的 其實燈光不一定 非得從哪裡打出來最好 就是看我們設計的巧思 對 我們通常看到 就是從上面的天花板 是我們一般既有的想法 其實從牆面 從櫃體的部分 都是燈光可以出來的部分 對 像有一些案例我們看到 我們把燈光從櫃子的下方 下面往上打 打出來的時候 其實整個櫃子就很輕盈 對…我常看到 是這樣子說沒錯 是…所以其實很多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 在我們設計上的時候 把燈光響進我們的家具裡面 響進我們的空間裡面 其實它出現出來的效果 它也是一個不用花費太多的一個設計 但是出來的那個氛圍 就是會是像你想要的 又或者是非常有個人特色的一個家了 對 OK 觀眾朋友 你今天知道了這個燈光的運用巧妙 希望你有吸收進去 也希望你家裡面呢 可以因為燈光的不同 而有不一樣的氛圍喔 今天也謝謝我們的台設計師囉 謝謝